你好 歡迎來到臨皮工作室 這個工作室我分為前舖 來到這裏就會見到這幾年 很集中做的一些模型公仔 一開始的時候 我是用一些舊物去做創作 好像你看到這幅畫 其實是我在一間撿粒的五金舖 這塊板本身是六個兄弟姐妹 他們從小到大圍著這塊板 吃飯、玩 其實他們都很想去留 而當時我就想不如試創作 我就畫了一些關於獅子山 和正代的畫面在裏面 都可以進來看看 進來之後 有我的同事在一起工作 然後我平時做的模型公仔 都會在這裏做 除了做模型 其實我大部份的時間 都會坐在電腦前面 接下來的展覽是 JCCAC藝術節的主題展 叫做靜子 這次我也是第一次做拆展人 我們的展覽都聯繫了 很多不同類型的插畫師 而插畫師他們很多時候 不只是限制在平面 亦都是有做一些不同方向的創作 例如會有陶瓷、玻璃、刺繡 這些都是他們會按著自己的喜好 去選擇不同的創作媒介 所以我很想透過一些不同類型的活動 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插畫師本身的創作 都是很多元化、很有趣的 我們這個行業很多時候都很孤獨 要一個人做事 我們未必有同事 所以我們去互相交流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有很多東西說 有時候覺得 如果我可以再把這些東西 再給更多人知道 甚至讓一些有興趣入行的人 去知道我們的存在 我覺得可以令到整個行業更加健康 如果我們要給我們 我們會看到 這兩種同性的形容 就是一個人 就是我們現在的 是甚麼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